一份宣布科罗伯夫死亡的声明,在莫兹克时间的22日上午2时左右被发布。 科罗伯夫约2016年,担任反恐执行局主席,并曾指挥G.R.E.O.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部队。 2017年,他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,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。 格鲁乌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简称。 他与经过该组合受到公众监督的科格伯有所不同,他并没有因苏联的解体而受到影响。 目前该局拥有24个训练有素的特种突击旅,人数总计约3万人。 其主要任务是威慑和阻止突然袭击,并对敌后进行打击。 主要基地设在俄罗斯两弹洲地究其格卧室。 格鲁乌特种部队在苏联界体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,近期他才刚刚被人们所了解。 他是俄军中除了阿尔法之外的另一支赫赫有名的特种部队。 我对大家一起学过。 他的准备是無法定刻的状态。 美赛是机长的最好。 在美赛方面将的健康费保持在红色里面包括组合状态中的衣服, 他们咱们在购乱适的面穿在监督的人圣会中。 该唯有等会性和筛依承者是技末的評众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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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